前两天给你们拍了一个奔驰GLC那台准新车 48块落地开了三个月啊 亏了6块啊亏了6块 然后为什么这种准新车在这个年底时候总能碰到呢 今天又来了一台跟它几乎一模一样的GLC 走我给你们去拍一下那台去 就是这台已经停到展厅里了 但是没怎么洗啊 车上面特别的涨 因为旁边的洗车场 我们的小员工们都是下班 不是放假了 回家过年去了 然后这台车我们就简单 应该是拿麻布擦了一下就进展厅了 先放着过一年之后再进行一个清晰 之前前两天我给你们拍过一期啊 这个GLC 这也是开了啊 两个月的 就是20年12月份上牌 到现在现在是2月份了吧 基本上就是两个月左右 这台车跑的更少 这台车就跑了3000公里 也是一台准行车 之前很多车友说 3800公里 之前有很多车友说 你拍的为什么都是老爷车 其实不是我拍老爷车 而是我喜欢的车 它都老了 就像这种新款的车 我对新款的车并不是那么太感冒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慢慢的车的排量越来越小 科技感越来越足 但这是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我再买不起我喜欢的这么些车的时候 我现在能买得起了 但是 但是我现在还是喜欢当年我喜欢的那些车 你就像旁边那个库鲁泽 四骑 还有库鲁泽 五骑 这两个大宝贝 对吧 现在没工夫开他们了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雷克萨斯GX460 那台车 我是真正的给它留下了 好了言归正传 咱们继续讲这么一台车 这台车 也是车主 年底了 可能是要给员工发工资 还是为了什么 不讲了 咱就不讲故事了 故事讲多了 负能量也多 然后这台车跟前两天讲的那台车几乎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的配置 也是指导价44.98那款 就是20款的改款型 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是没改款型 它就是差了两个字 改款 三个字 改款型 三个字 其他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它俩都是国六 国六的车 之前也有车友问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国六车 是 确实少 没想过就是年底了 能 收了两台一模一样的双包台 配置也一样 公里数都差不多 都是尊心车 哎呀 中午吃的有点丢 我把这个车门啊 都给你们开开 上次可能没讲透流 上次给你们讲着讲着 就是讲着有点感慨 然后这个也是家常型的 所以说整体后排空间坐进去呢 腿部空间特别的宽敞 然后后排 设计也挺合理的 这个地方给你放了一个可以放手机的地方 很方便 坐在后排 你把手机放在这里 长途的时候 你先玩玩别的平板之类的 来电话你这么一拿 哎 非常的方便 然后后排呢 这个空调出风口啊 也有冷热调节了 冷冷热调节都有了 然后这边有个按键 咱今天出一个作业 这个按键是干什么用的 请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然后前排呢 比之前 嗯 比之前 改款 之前的那个GLC 这个方案盘呢 还有这个媒体控制键 还有那个中间的那个小派的 他们都有所升级 然后一键启动也变成了呼吸式的一键启动 然后这台车现在有一个故障码 看到没 12伏蓄电池 参见用户手册 他这个 启停电瓶 因为长时间这台车没有开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小故障 这个启停电瓶的话 如果轻码轻掉了之后 还有这个提示的话 基本上就得换一个启停小电瓶了 这个小启停电瓶 在这车 嗯 换的话 啊 价值不菲 23Q 啊 2372就得 但是这台车有质保 所以说 这个启停电瓶可以去塞电 免费更换 这就是 载保的准新车的好处 啊 性价比特别高 然后这台车呢 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上次我给你们讲了一次 然后这台车 我再给你们讲一次 镜头切换过来 让你们看一看 久违的帅气的一张英俊的脸 光线不是那么太好啊 找地儿坐一会儿吧 没地儿坐一会儿 坐车里吧 光线不太好 这儿应该差不多 现在已经下午了 马上就要天黑了 在北方吧 哎呀 嗯 嗯 这样行 在北方吧 天黑的特别快 基本上四点半五点 天就去黑去黑的了 然后 抓紧时间 把这台车给你们总结完 这台车要比上次收的那台 多了5Q 多了5Q 啊 所以说它的售价也要多5Q 上次我跟你们讲过 啊 那台准心的跑了6000多公里的GLC 它俩都是同一年 相差了一个月 然后差了2000多公里 那台是6000公里 这台是呃 3800公里 所以说这台车多5Q 比较合理啊 也属于一个正常范围内 然后这台车 当时落地也是48个W 你要说别的地方优惠搞啊 那是别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小城市 你买这么一台车 它的优惠肯定是没有一线二线城市那么大 所以说这台车同样是48魂落地 然后收车呢 收车就是41到42之间 41.542 这么个行情 然后在我们车厂手里 你想入手这么一台准心车啊 就得43.5到44 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 然后你比新车呢 就相当于别人开了两个月 一个月赔了两块 比新车的话省了四块 然后这两台车 不带保险呢 保险一并给新车主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买这个级别的车吧 谁都不差那几块 是吧 我还是 那句话 性价比高不高 这车行不行 值不值得入手 交给视频前的你们 我只不过跟你们分享了一下 这么两台 包括今天这台 准新的奔驰GRC 对了 上次忘跟你们讲了 就是 这个级别 宝马X3 还有GRC 还有奥迪Q5L 他们杀之间到底谁好 上期忘给你们讲了 这期给你们补充回来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宝马X3是这个级别里边最舒服的 开着也舒服 而且用料也足 你们也知道 这几年奔驰新款 它减配 减的就是让你看不到的地方 很多小细节 所以说吧 我感觉 奔驰现在做的有点口碑 越做越差了 然后呢 旗舰车型还是不错的 它车系里边 你就像奔驰的S 这些东西都可以啊 GRS S 旗舰的车型都没有问题 反而这些销量最大的车 它就进行减配 真是玩的明明白白啊 真是把咱们当成了一个 是不是 你懂 所以说 如果是40多魁 如果是我 驱逐所一台新车 就是这个预算的话 我首选宝马X3 第二会选什么 雷克萨斯的RX300 为什么 虽然 大家都不喜欢日系品牌 可能是因为某些关系 但是 我觉得 品牌 归品牌 其他的归其他的 雷克萨斯确实是一个省心耐开 家用首选 你们觉得呢 两广地区的好大哥们 然后这台车 还有什么对这台车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想了解的 过年这个期间吧 时间重遇 你想知道 GRC 什么地方 我接着给你们拍 评论区下方留言给我 因为一条视频不能拍太长时间 拍太长时间 你们就觉得我有点磨叽了 是不是 碎碎念念的 所以说你想知道什么 就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再给你做补充 或者是再拍一期视频 给你详细讲解一下 我是老高尿 二车八戒 这期就到这 如果喜欢 我给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点个赞 谢谢你们 一路可以吧 拜拜 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